音樂 最近啊 好好生活啊 我本來就有在上一個為期一年的CG工作坊 所以都還蠻固定的 然後偶爾做做皮件啊 配配家人這樣子 那依然在台灣也很久沒有拍戲啊 很多粉絲都在敲碗啊 最近有沒有什麼樣的這個計畫 除了我們自己 我自己會擔任製片的那部片之外 目前也已經開始在接觸很多劇本 然後我們都很喜歡 然後有的第一集甚至已經出來了 相當有畫面 然後很值得 值得我自己也值得本絲們期待這樣 可以稍微透露的部分 大家都會很有同感的 不能太早了 我們才第一集劇本而已 不行不行不行 你為什麼會想到去咖啡廳打工啊 我一直都很想去餐廳打工 因為餐廳可以見識到很多人生百態 求交往的啦 談分手的啦 吵架的啦 開心的啦 對 我甚至對 對 有看到一堆很親密的同志戀人 讓我看得也蠻感動的 對等等的 對 等等的 差點要認出來的時候 我就跑進去了 反正重點只是 我覺得不僅是體 體驗 就是一般服務業的辛苦 也想在餐廳這樣 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百態的地方 沒有想說可以幫她們按摩一下 哦 以前都是我人工按摩啊 我幫她精油按摩 現在有了愛沙發我就不用了 哈哈 這是我的詭計 所以她就是買了兩台 然後送貨櫃回去美國 我覺得我比較有技巧吧 畢竟我之前也去學過精油按摩 什麼都學 那遠距怎麼樣維持這個感情 我只能說要相處的時候 就要好好相處 嗯 算是累積一些 累積一些 嗯 唉 之後分開的時候可以用的成本吧 對 但當然還是不要分開太久 因為面對面的相處 畢竟是不一樣的 對 啊